我感觉我为她花了钱是值得的 不管我为她花多少 我感觉都是心甘情愿的 不挺好吗 再生气你这气得不对吧姑娘 关键是她有时候就是很自作主张 就甚至说我过个生日嘛 然后她说她要送我一份礼物 我当时是很期待很开心的 结果呢 打开之后竟然是一只活的薄美狗狗 当时真的是被她吓到这个了 这个有什么吓到 你是害怕狗是吗 不是 主要是以前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 她经常给我发一些狗狗的照片 然后还有一些狗狗的生活记录 她也给我提到过特别的喜欢狗 然后我就想给她准备一份生日礼物 讨得她的欢心 但结果这样做了之后 她还是不愉快不满意 这又怎么了你这 那个主要是我是很喜欢狗 但是她就没有考虑过这么多年 我为什么不养一只狗 我妈妈是对狗毛过敏的 所以我们家根本就不可能养得了 所以当时我有跟她去商量 把狗放在她家养 结果她倒好却跟我说她是租的房子 房东这边呢又说不准她养狗 所以最后我也没办法 我觉得小狗很可怜 我也不可能把她扔在外面 所以当时我就直接把小狗送到我朋友了 你让我朋友想个办法找个好人家给她送出去 所以说我希望她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最起码的 你要和我商量一下 惊喜就不要给了 主要是我现在都听她的 对她百依百顺的 我也不知道她现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现在百依百顺了 我没有说让她对我什么事情都百依百顺的 就之前我们两个就是连出去逛个街 然后我想说我去买些衣服对吧 然后我想她给我一些建议 说这件好看或者不好看 但是每一件衣服穿出来的时候 她呢就在旁边鼓掌 就说你这件衣服亲爱的穿得太好看了 特别适合你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感觉她在我心中不管穿什么衣服都是最好看的 对啊对啊 你真是真会说话呀 你这孩子很幸福啊 可是当时我拿了一件非常不适合我的衣服 那你为什么要拿那个非常不适合你的衣服 我就想说让她去迭我一些意见呀 可是她真的就直接来了一句 这真的太适合你了 我当时真的是理解不了这个情况 这都是我发自内心的夸你的 没有什么一些那种不夸的 这个男生有意思啊 这男生特有意思 关键是当时那件衣服 它那么紧 对对对 那我身上真的是就是显得肉 本来就胖嘛 肉嘟嘟的腿也显得特别短 他亲爱的说 那你让他怎么说呢 亲爱的 你怎么这么没有神威眼光啊 亲爱的你怎么胖成这样啊 真实的情况对不对 对吧那怎么说呢 人家说的对亲爱的 你穿得挺好看的 没毛病 行不纠结这个了 还有什么事 摆一摆顺利 还有一件就是 过了一段时间也是 他陪我出去买衣服嘛 当时我选了一件 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件衣服 就特别好看 当时我拿的时候没有看尺码 我就拿到是一件直接去试了 试的时候我发现这侧面的拉链 它是完全拉不上去的 所以说我当时想出示意间 跟他说一下 帮我去换个大号的 结果他倒好 我还刚走出一步 他就直接跟我说 亲爱的 你穿这件衣服 显得你身材太完美了 当时我真的是觉得非常尴尬 其实当时不是这样的 亲爱的你知道吗 你穿那个衣服的时候 那个衣服的颜色 特别配你 我想呢 就是尺码小了嘛 可以再换一个大的尺码 可是问题是 你当时没看到 我旁边有导购员吗 人家小姐姐都捂着嘴在那偷笑 我真的觉得我很丢人 我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你知道吗 不是你有什么丢人的 就是你都成这样 你男朋友还那么喜欢你 你应该骄傲啊 魅力哒哒的 这太丢人了 都被别人笑了呀 但他在我心中 都是一直最美的那一个 是是是 知道了知道了 你知道了 最美的那一个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12岁到18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 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 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 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 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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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